花莲摄影艺术家陈缺及毕生最风华的岁月 曾经在摄影艺术新创 今年终于荣获了中国文艺荣誉奖章 成为台湾文艺史上第六位摄影艺术类的 中国文艺荣誉奖章殊荣荣者 而陈缺希望能够用摄影来宣传花莲的人文历史 并弘扬抽象摄影艺术的精辟 让世界可以看到花莲 花莲摄影艺术家陈缺毕生沉浸在摄影艺术创新 数十年来他在两岸间用他拍摄的花莲美景 宣扬台湾花莲之美 最近几年陈缺更以抽象摄影艺术独创风格 他的精湛作品更让他荣获了中国文艺荣誉奖章 评委会他要的是创造多元的 作品能够跟与众不同的 不是一般写实摆拍的那些照片 我这些照片都是由花莲的好山好水所创作的 不是经过合成影架来处理的 我能够得到评审最认同的两张作品 第一张就是我去河湾山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跑了将近四百趟其中有一张是他的群帽很像台湾 所以我把它提名叫台湾亮起来 那第二张呢就是我拍的抽象的作品 就是好像以前有一个蒙娜丽莎的微笑 但是福尔摩沙是台湾的亚称啊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那个福尔摩沙的微笑 中国文艺荣誉奖章得来不易 陈缺是1950年创会以来第六位获得这一项奖章的殊荣者 藉由这一次得奖 陈缺希望可以唤起政府文化单位重视摄影艺术的永续传承 我最大的目标啊就是希望让世界多数的眼睛能够看到花莲 那同时呢我也呼吁我们的政府啊 能够把这些抽象系列作品呢 利用闲置的空间成立一个艺术典藏馆 让所有来花莲的旅游的客人 能够再看到另类的不一样的 让他们哲哲撑起的摄影可以这样子拍 这样子来表现 让花莲多一个观光旅游的好去处 花莲在地摄影家陈缺 希望用摄影宣传花莲人文历史 并弘扬抽象摄影艺术精辟 让世界可以看到花莲 借鲁慧欢市报道